天津銀行行長出事 一場大風暴 將會再度上演 禍不單行 河南大火導致38人離難 山西化工廠又大爆炸 李家超接種4次科興 刑中招 習近平怕了? 專家解釋 網上傳出一段影片 說天津工商銀行某分行行長 在銀行裏吊頸 拍影片的人還叮囑大家 要去銀行拿錢 網民議論說 會不會是因為銀行虧空太多 行長在全戶找他麻煩之前 乾脆先自己解決自己 也有人猜測他是被吊頸 用來頂罪的 這個消息見微知著 再度引發對中國銀行危機的擔心 今年下半年以來 陸續出現河南村鎮銀行爆煲 多個城市銀行擠提 和凍結存戶銀行提款卡等事件 都顯示中國各大銀行 出現現金周轉不足的問題 可能陷入系統性危機 中國銀行危機 由房地產危機引爆 中國經濟學家程曉龍 較早前曾經在《政經》最前線節目中分析說 中國經濟走下坡的第一塊骨牌 就是房地產業倒塌 第二塊骨牌 就是與房地產金虎與共的銀行業 現在中共最怕的就是這第二塊骨牌會倒塌 所以中共揭盡全力 想將房地產泡沫造成的金融泡沫收補 不要破裂 不過清零政策將中國經濟迫上絕路 導致外資撤離 地方財政崩潰之後 中共可能已經失去修補金融泡沫的能力 但是2022年上半年 中國銀行面臨的房屋案揭貸款外賬 損失接近人民幣24,000億 眼見一場金融風暴就要上演 中共擔心經濟危機演變成政治危機 因此已經開始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自信正經評論人士吳嘉龍 日前在面書發表文章分析說 房地產危機 帶來失業危機 地方財政危機 銀行危機 四大危機一起爆發 中共已經沒有解決的方案 因此習近平走回頭路 堅持清零 推廣供銷社 完成對社會的管控 未來一旦情況惡化 它會用政治手段 計劃經濟的手段來應付 如果還不行 那為了保黨保政權 階級鬥爭 或者文化大革命 會再次上演 另外 中共積極推動數碼貨幣 可能也和即將爆發的銀行危機有關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港籍教授謝田 曾經在大紀元發表文章指出 中共推行數碼人民幣 其實風險大得驚人 譬如說 如果中共的敵人 決意發動戰爭 用電池內包技術 襲擊中國銀行的電腦系統 可能就會一舉抹殺 所有的數碼貨幣發行 交易、轉賬和支付的記錄 但是中共今月沒有巨大風險 都要強推數碼貨幣 謝田認為 首要原因就是 中共經濟陷入困境 糧食浮現危機 供銷社、計劃經濟 再加上計劃貨幣 簡直就是完美組合 謝田提到的其他原因還包括 數碼貨幣可以將中共瘋狂印銀子 人為製造通脹的罪證抹光 能夠沒收由平民、百姓 到貪官的全部資產 可以為同美元脫鉤做準備 脫鉤的時候 人民幣會大幅貶值 如果發行數碼貨幣 並且回收消滅大量現金 就能夠控制貶值等等 中國銀行危機在中共二十大的時候 安靜了一陣 現在天津工商銀行某分行行長 吊頸事件 或者預告這一波危機 將會再度爆發 中國頻頻發生工業事故 日前 河南和山西兩地 在同一天 分別發生嚴重火災 和化工廠房爆炸事故 其中河南火災 已造成38人離難 綜合大陸傳媒報導 21日下午4時22分 河南省安陽市的 海信達商貿有限公司廠房 發生大火 當地居民反映 由於廠房裡都是棉花、布料、 化學纖維等二燃物品 起火之後迅速蔓延 火勢很大難以撲滅 一直到深夜十二點多 才將火構式 整整燒了接近8小時 網絡熱傳的影片顯示 現場火光猛烈 通紅的火焰 將夜空照到好光 滾滾濃煙直衝天空 整個廠房全部被大火吞噬 官方通報說 截至22日11時 事故造成38人離難 兩人輕傷送軟救治 初步判定 事故起因 是因工人違規操作電刊 引起火災 導致今次火災的涉案人員 已經被捕 海信達公司相關負責人 也被捕 大陸傳媒《都市快報》22日報道說 涉事的工廠工人 當數都是本地婦女 是來自附近村的村民 在今次事故的遇難者 年輕的大約三十幾歲 年紀大的大約七十幾歲 另外 在同一天下午5時25分左右 山西太原尖草坪區的江洋化工廠 也發生了爆炸 網上傳出的影片顯示 現場不僅有爆炸聲 還有蘑菇雲狀的濃煙 事發地點附近居民的家裡 玻璃被震碎 有些店舖物品被震跌 還有些天花板被震到倒塌 大陸傳媒《財新網》22日上午報導說 大火已經被撲滅 爆炸原因 邊度爆炸 傷亡情況等細節 仍然調查中 報導還提及 該廠去年也曾發生過一次爆炸事故 公開資料顯示 江洋化工廠是1954年成立的中共軍工企業 遞屬於中共兵器工業集團公司 是國家重點軍補企業 前身是山西江洋化工廠 國營763廠 是中共一五期間 投資興建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中 35個武器軍事物資工程之一 香港政府21日證實 行政長官李家超 參加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 20日晚由曼谷返港之後 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 行政長官辦公室表示 李家超已經接種了4劑科興疫苗 星期一下就開始輕微發燒 喉嚨有點痛 感到疲倦 但在情況上可 李家超在APEC會議期間 與習近平有多次接觸 包括並排坐交談 玩臂同行 兩人都沒有戴口罩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優思儀表示 習近平不戴口罩 是因為他心裡很了解 根本就不危險 優思儀對本台說 就算他感染了 我相信習近平有全世界不是數一 也有數二的醫療系統來幫他 說不定他吃的藥 也不是中國自己的藥 台灣國家安全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黃燕倫認為 習近平不戴口罩有兩個原因 他不想讓外界聯想到 中國疫情的情況 特別是在大家已經選擇 要與病毒共存的狀態下 中國還是用很專制很暴力 不顧人民聲音的防疫方式 來做疫情管控 這是第一個 可能是形象的整體因素 第二個可能是個人因素 就是他自己領導人的那個腦袋心態 就是大家都戴了 那其實大家的病毒就隔絕了 那我就安全 我就不用戴 華龍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指出 習近平不戴口罩 是想展露微笑外交 他自己也知道 中共的形象在國際上是大傷 所以他這次想要扮演一種領導的角色 又想要稍微降低姿態 這個降低是策略性的 不是本質上他要降低他的姿態 賴榮偉說 在G20和APEC期間 習近平多次在他下塔的酒店 會晤外國領導人 他根本就是想要在國際場合裡 賣弄主場外交 也就是說 我現在是天朝 大家都有求於我 黃燕倫指出 習近平說的都是經濟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中國仍然需要各國 尤其是先進國家 為他維持發展的機遇期 又思兒認為 習近平爭取到第三任期之後 需要外界對他的認證 他才能夠增強自己的信心 去壓制黨內 對他還有的那些些微的一些些雜音 在四川省綿洋市的三台縣 幾千名居民已經連續三天圍堵北霸鎮派出所 要求警方嚴懲校員霸凌者 近日 網上的一段影片引發眾怒 內容是18日 三台縣紫州中學的一名13歲 姓徐的女學生 被五名同校學生 帶到校外的一棟民居頂樓 用各種手段毆打 其中一人 用手機錄影 並放了上網傳播 施暴者還威脅說 不准報警 說報警都沒用 因為我們未成年 20日 三台縣公安局通報說 20日下午6時 毆打女生徐某的人 已經全部被捕 女生徐某的傷勢無大礙 並且以涉及未成年人為理由 要求網友不要轉發影片 四川梁先生22日向本台表示 微信上全部都過濾封鎖 我們是出口轉內銷 破網翻牆看到的 警方通報擊起民眾更大怒火 反而圍堵北霸鎮派出所 當地居民陽先生表示 他們覺得處理得不公平 因為侮辱了別人 這麼嚴重的學生毆打 結果抓了右方 第一天人多 20日在派出所 可能有5、6千人 21日當局 曾派大批特警抓人 民眾不服繼續抗議 在巨大壓力下 當日警方再發通告說 6名涉案人員 全部都已經到派出所報道 其中兩人治安拘留15天 罰款1,000元 兩人拘留10天罰款500元 對未滿14歲的兩人 就教導勸戒 楊先生說 現在抗議人數有所減少 但是仍然持續 現在都沒有停還繼續 我覺得也應該是正確處理 這麼小的女生 得到心裡有陰影 而且還在讀書 每個家長都有小孩 這樣被人欺負 這樣還得了? 有家長質疑警方 癱惑霸凌者 可能其中有官員的子女 但是當局就闢謠 前北京律師 蘭健平表示 家長不相信警方是有原因的 因為現在在中國的警察 都是唯利是途 假如受害者的父母 違高權重 可以免他們的職 或者你很有錢 可以大筆錢行賄他們 這樣這些人 就會有動力幫你主持公道 你是無權無勢的普通人家 要他們行使他們基本的職責 去維護受害小孩的權益 是很難的 前首都司法大學副教授 李元華表示 中共治下的中國 就是一個以強凌弱的社會 現在校園霸凌事件非常多 家長不知道怎麼教育自己的子女 學校也疏於管理 這會傳遞給小孩的 就是用暴力解決問題 中共這樣的青少年 所得到的信息也是這樣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一個小孩想要在中國社會裡 健康成長下去簡直是太難 避得學校霸凌 避不過失蹤 或者被拐賣 或者被器官配型等等 更多人想都想不到的劫難 網絡有一段對話 一個外國人問 為什麼中國人很少去玩極限運動 有人回答說 生活在今天的中國 能夠勉強生存 就是最具挑戰的極限運動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請 再問一下 小孩 星小孩 高幾位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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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